房价为什么会涨? 房价每年都在涨,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吗? 有些人说是因为大家都在买,买的人多了就涨了。 那么买的人为什么会变得多呢? 那有人回答是因为房价在上涨,买房是投资,如果我不买就错过这个行情了,所以大家都去买。 那这样的回答就比较粗糙,因为房子会涨,所以我去买,因为我去买了,所以房子会上涨。 鸡身蛋,蛋胜鸡搞不清楚,今天我就试着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大家细致的解释一下,为什么房价会上涨。 我们中国人一般每个月赚的钱分为两部分,一部分是存起来,另外一部分是消费出去。 那花出去的这部分钱在社会上就成了别人的工资。 所以理论上来说,别人花钱如果花的越多,那么我赚的就越多。 请大家注意啊,我这里说的你或者我并不是指每一个个体,而是指一个群体。 就是整个社会花出去的钱,相当于整个社会的收入,并不单单是指你和我个体。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别人花的越多呢? 很简单,借钱给他。 当别人手上可以借到更多的钱,自然他花的就越多了。 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大习惯去借钱买吃的买喝的,可是我们中国人爱买房啊。 大多数人买房是要向银行借钱的。 你一旦从银行借到钱,转手就给卖房的人打了过去。 这就相当于卖房的人他的收入增加。 他钱多了就会去更多的消费。 那他多消费的这一部分又变成了你的工资。 所以你的工资就会必然增长。 当你的工资增长了,你就考虑我是不是要换个房,就想去申请更多的贷款,买更好的地段,更大的房子。 当然房价也必然更贵的。 然后你又付出更多的钱给新的卖房人。 他有了更多的钱之后,觉得自己很富有,他也会去增加消费。 那他的消费又再一次增加了你的工资。 你看这样一轮一轮,你就感觉自己赚的钱越来越多,越来越富有。 那么支出就越来越多。 所以你看贷款,就这一件事情,让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。 请大家注意啊,我这里说的不是个体的一个一个人,不是你个人,我个人,而是集合起来整个社会。 个体嘛肯定是会有差异的,比方说有些人是极其不爱消费的,但是也有人必然是月光族。 那么国家放那么多的贷款出来,国家怎么确定别人能还得上呢? 那是因为啊,社会的总财富,只要不是社会处在一个饥荒或者战争的场景上。 大多数情况下,社会总财富是增长的,因为社会的生产力在不断的上升。 我们先不说科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进步,说一个最简单的模型。 哪怕是一个没有读过几年书的农民,只要没有战争,没有饥荒,这个农民只要多生一个孩子,就能多种一块地,就能多收获一份粮食。 所以,只要你家的人口在增加,你们家的财富也就必然在增加,所以银行给借钱给你。 因为你家必然还得上,那更不要说现在有那么发达的科技,让社会的生产力进一步的高效发挥,那社会的财富必然是进一步的增长,所以银行是不叛逆,没有办法还钱给他的。 那么好,有人就要问了说,你说了那么多,你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房价会上涨啊? 那我现在就来说,前面我们讲了,我们感觉自己越来越有钱,可以买越来越贵的房子,但是我们要知道,这个房子当中,我们自己真金白银投进去的只有一小部分钱,那大部分钱都是贷款,可是贷款这件事情是凭空产生的。 只要国家大笔一挥,你的账户上立马就可以凭空多出几百万,但是这个世界上的生产力跟不上,也就是说,一年一个世界上可能只能盖出十万套房子,可是一年能够贷出的银行贷款就远远不止十万套房子那个钱。 钱多了怎么办?价格上涨呗。所以说,房子的价格上涨不完全是因为买的人多了,而是因为国家放的贷款太多了,社会上买房的钱多于盖出来的房子,所以房产会上涨。 其实也就是通货膨胀,这才是房价上升的根本原因。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,最近形势一片大好,收入在增加,房产在增值,股票在上涨,只要你收入增加的量高于你贷款的钱,银行就敢借。 但是不管怎么说,出来货总是要还的,你借的每一分钱在每分每秒都在产生利息,但是你的工资它可不是每分每秒都在增长的,一定会有那么一个时刻, 你的贷款,你要付出的利息加本金会高于你的收入。 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,你怎么办?必然会节约。 你一旦节约了,就相当于你会减少支出,这也就意味着别人的收入减少了。 别人的收入一旦减少,这就意味着他的消费也减少了。 因为别人的消费就是你的收入,这就意味着你的收入也减少了。 所以一旦你节约,也就意味着你的工资也减少了,你就更进一步不能够消费,恶性循环,这就进入了经济的衰退期。 一旦衰退期开始,股票开始下降,因为之前借钱借的太多,利息又高,收入不够,所以必然有很多人要卖出自己的房子,用来还债。 这个时候,房价就必然下跌了。 所以你看,我们能够通过贷款,让消费超过产出,但是在还债的时候,不得不让消费低于产出,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经济周期。 当然,这个只是我们个人的经济周期,一旦把所有的个人集合起来,就变成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周期。 把所有的国家集合起来,就形成了地球世界的经济周期,把所有的星球集合起来,就成了宇宙经济周期。 我们的共同行为,形成了这个经济周期。 那小周期呢,大约持续5年到8年,那么大周期呢,一般每75年到100年发生一次。 所以,经济的上下起伏啊,不是取决于你自己多么牛逼,你工作多么勤奋,多么努力,多么善于创新,多么聪明。 而主要是看,这个国家是不是肯多借钱。 你借钱的时候,刺激了经济,你还钱的时候,又让经济萎缩。 这就是经济周期的来源,这也就是为什么房价必然上升和必然下降的原因。